在广西吴州市蒙山县明觉村的田间地头,经常会看到农医师手把手地指导村民种植技术。 他们被当地村民称为果树医生,近日记者前往实地探访。 蒙山县四面环山,地形错综复杂,是自治区籍贫困县。 近年来,蒙山县成立了农技服务队,向广大贫困户传授种植新技术,推动建党利卡贫困户脱贫致富。 种有十亩砂糖菊的明昌辉,是明觉村建党利卡贫困户之一。 明昌辉之前对种植砂糖菊毫无经验和技术。 农技服务队成立后,明昌辉经常得到农医师的指导,使他种植经济作物的收入显著提升,成功脱贫。 在果树种植区,记者看到农医师正在向明昌辉详细地介绍种植果树的技术要点。 经过指导,明昌辉很快就掌握了黄割、减烧、施肥、撒药、饱花薄果等果园田间管理的技术要点。 明昌辉表示,自己以前种植果树,没有利用科学的方法,导致产量很低,果树也很容易生病。 经过农医师的指导,产量上去的同时,果树生病也懂得如何防治。 近年来,蒙山县农迹服务队手把手交贫困户种植技术的模式,取得了一个良好的成效。 队员们通过开展走访式服务,主动深入田间地头和贫困户家中,及时了解农户需求,提供农业实用技术指导。 与村民联手打造了7个产业脱贫示范基地,并带动235名贫困户参与到示范基地的生产和销售中。